马英九先生一行是3月27日到4月7日 先后在南京、武汉、长沙、重庆、上海等地参访 完成了返乡祭祖的夙愿 带领台湾青年学生与武汉大学、湖南大学、复旦大学的学生座谈交流 参观走访了重要的历史纪念场所 感受大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马先生此访受到了两岸各界的高度的关注 社会舆论普遍是给予积极的评价 对促进两岸同胞交流往来 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马英九先生此访充分体现了 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、都是一家人 有着共同的血脉、共同的文化、共同的历史、共同的愿景 反映了两岸同胞要和平、要交流 要和平、要发展、要交流、要合作的共同心声 也再次证明了九二共识是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定海神针 衷心的希望两岸同胞在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 相向而行 携手并进 共创中华民族勉强扶持 威力扶持 未经许可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